52岁的NBI集团创办人张玉发抵触两项罪名 今天被带上安邦递庭 根据两项控状指出 隶属NBI集团的NBI营销私人有限公司和NFA私人有限公司 没有获得国行批准下 就从2012年到今年3月期间擅自发行电子货币 抵触2003年付款系统法令第25之一擅自发行付款系统条文 一旦罪成可判处罚款不超过500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监失 不过被告否认有罪 地庭法官阿兹鲁允许他以6万令吉和交出护照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7月11号过堂 镜头转向霹雳 在戒约的第一天也就是这个月17号 一名35岁失业汉沙鲁皮迪 在巴耶纳都双西哈兹莫哈莫甘榜一带 短短两个小时半用八冷刀刷死三名幼童后 还袭击孩子的母亲 宗教老师和其他学生 警方今天将被告带上安顺推示亭 面对七项谋杀 意图谋杀和伤人的指控 被告不认罪 声称他在案发时审志不清 要求审讯 推示诺利达则定案件将在7月4号过堂 被告不能获得保释 未经讯会发绊薦 Quindi仫好吃 不接vak е 他的新法制 会发coll行比较 最后才能拔уб covered 未经讯会 优优独播讲